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发作又退发作又退差不多一个礼拜 然后因为这次他是来我这边住 住个几天 然后刚好我想说有洗露朵 那我想说也顺便来试试看 然后就让他吃 吃了差不多两天 他的薰麻疹整个都退了 就好很多 到目前也都没有在发作 明白明白 那时候他是吃了多少包 他刚开始我给他吃一天四包 就是早晚两包 对吗 对 早晚各两包 OK OK 就是在6月26日是第一天使用 对吗 对 那么就是过了一天两天 第三天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三天 他第二天的时候有好一半 然后第三天 然后就整个就都没有在发作 你的子女是几岁啊 她15吧 国小6年级 国小6年级 对 15岁 15岁 15岁啊 那么到6月28日过后 他还有在使用这个 洗露朵吗 那么他的这个麻疹他还有在复发吗 目前他都还有在吃 只是吃的量没有那么多 我想说看会不会让他的体质改变 变得比较好 那个蜘蛛疹就不要再让他复发这样子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 他现在还有复发过吗 没有 目前就都没有了 就是在6月28号 看到那张照片过后 他就没有再复发了 对吗 对对对 非常好哦 真的是 帮助到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嗯 那么他现在是每天 刚才你说是每天吃一包对吗 对对对对 每天吃一包 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讲了 普通人没有什么事也是可以每天吃一包的 没有问题的 是 我知道 那么他除了这个这个麻疹之外 还有改善什么问题还有他自己觉得怎样吗 因为他很他之前很容易被蚊子叮 我观察的啦 他之前脚啊都红豆冰 很容易被蚊子叮 可是我觉得自从他吃那个洗露豆之后就是 被蚊子叮的那个 次数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再来就算有被蚊子叮 他的疤也不会那么深 也比较浅 对 非常快的修复细胞 对吗 对对对 我听说我听说台湾台湾人台湾的小孩都好喜欢当这个 洗露豆当糖果那样吃喔 嗯他刚开始吃觉得他有点酸 哦 对 因为是酸酸甜甜的 对对 啊明白明白 然后可是他现在吃习惯他觉得还蛮好吃的 他现在还说哎阿姨我还要吃那个洗露豆 我说哦好 哈哈哈哈 好非常谢谢品婷的子女的这个见证哦 好谢谢 好谢谢你 谢谢谢谢品婷 嗯 嗯